祭司限定金两种彩蛋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祭司限定金在局内一个效果 先看一下这款双一个正面 水淋淋的 背面这边它那个布料是透明的 然后里边若隐若现 并且它外边还有那种波涛淋淋的质感 有没有看到 有点那种水面的味道 特效的话主要还是来进那个手持物吧 有种拉丝效果 手持物的话是那种会有冒泡泡的那种特效 走动起来会有那种拉丝 不过正如大家所说的 它特效的话比那个机球手要少 机球手那个的话有天上飘的还有地上游的 然后猪款时装的话有两个彩蛋 呃第一个是打洞的时候 它眼镜会摘下来没有看到 眼镜的话是戴起来了的 不只大洞 普通小洞也可以 但是正常来说我们可能看不到 要观察 其次第二个彩蛋的话就是那个残影的颜色不同 左边这个的话是普通大洞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新鲜的 呃转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 确实啊 左边的话是白色的 右边这个的话是蓝色的 大家看到 左边那个是 呃普通的一个大洞 右边是 一边定型的 左边是白 右边是蓝 这款时装一个彩蛋 这款时装一个彩蛋 最后总的来说这款时装跟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挺美的 特效的话就看大家怎么说了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